如果改变监视器的架构系统传输方式等 需经议会同意 昔日在议会部门直询台北市议员陈崇文 紧盯监视器预算案 甚至到了蒋市府 已拿不到所资为由占割预算 逼得蒋万安上任后 首次的总预算案多次卡关 将近快一亿元 那当然也有其他的议员认为说 可能这个案子应该要有所保留 监视器的相关的预算 其实是讨论了很多年 那预算会期 崇文议员都会在 警政卫生委员会里面 那他长期对这个案子 都是蛮关注 陈崇文关注相关预算 早已是公开秘密 监视器案同时也是议会成呕 我知道你们法律程序走完 我现在没有你办法 我直接诉诸民意 我们不允许这种财团 勾结议会的 来诈取国家的钱 我不同意 柯文哲卸任台北市场前 为监视器预算 活大体复议 当时府会为了约一亿元的 价差护杠 根据监察院前年的财产申报 陈崇文持有七笔土地 及三笔房产 太太名下也有一辆保时捷 两夫妻存款约2500万元 名下信贷也有4000多万 但太太还有数千张股票 可谓财力相当雄厚 如今却疑似涉嫌护航 和特定业者又可以金流 到底检调 他们有掌握了一些什么样的市政 这样进行大动作搜索的话 那就会让人质疑说 这是不是在政治操作 或者是司法迫害 检调大动作搜索 已经形成政治公报 金新闻综合报导